我们要上中期叫做声音的反射 好 波碰到障碍物会弹回来 叫做反射 所有的波都有反射的现象 那我们现在讲的是声音的反射 铁铁的波动 然后障碍物弹回原界值的现象 就称之为反射 然后呢 我们把原来的波叫做路射波 常怀的波叫做反射波 然后我们加的是声音的反射 那反射声音呢 文言文叫做回声 古文化叫做回音 古文化回音 古文化回音 古文化叫做回音 那我们就要谈这些事情 所有的波都会有反射的现象 所有的反射都遵守反射定律 所以这里的重点叫做反射定律 那里面的考试常常出现题目 其实是出现在光 跟反射定律有关系的题目 通常就会是在光 那这边呢 是会扯到一些很简单的计算 反射定律有两点 有两句 第一句话叫做入射线反射线跟法线在同一个横面 然后呢 入射线反射线在法线的两侧 这是第一句话 那么这边有折一个就是 那什么叫入射线 什么叫反射线 什么叫法线 要了解它的意思 然后呢 这边因为是反射 所以呢 在图上面考就比较不容易考 因为看得到错了 那我折射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画个错误的折射给你看 问你说哪一条是对的 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入射线等于反射线 刚才讲过这里的考反射定律 大部分在光那里考 这件事情 入射线等于反射线 当然又出现的问题叫做 什么叫做入射线 什么叫做反射线 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先把所有的名词搞清楚 啥叫入射线 啥叫反射线 啥叫法线 什么叫入射角什么叫做反射角 平时 入射线 入射坡的前进方向 好 我们说插板得分很像坡的反射 球丢出去打到篮板 弹出来 然后进往 那么丢出去的球走个路 就叫做所谓的入射线 叫入射线 所以入射坡的前面叫入射线 那 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反射线 什么反射线 入射线的 入射坡的前进方向叫做入射线 所以什么叫反射线 反射坡的前进方向 反射坡的其他所谓的反射线 那还有一个法线 上次我给你讲过物理上用法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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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垂直叫做法线 垂直 垂直 障碍面的线 垂直 反射面的线 在那个入射那一点垂直的那条线 所以这条线叫做法线 跟法线 OK 好 所以叫入射线 反射线 跟法线 法线 然后入射线 反射线 在法线的两側 在两边 在两边 OK 然后在同一个平面上 那还有一个叫入射角跟反射角 什么叫做入射角 入射线 跟法线 夹角 这个图上圈起来的地方叫做入射角 入射角就是 入射线跟法线的夹角 然后 我说在光这里考这件事情 那有没有给各式各样不同的条件 入射线 跟障碍面夹30度 那你们能知道 入射角是几度 然后问问题可能问反射角几度 问入射线跟反射线夹几度 或者是反射线跟障碍面夹几度 那你要搞清楚 你到底在讲什么角度 你就知道了 了解 那入射角叫做入射线跟反线的夹角 那反射角 就是反射线跟法线夹角 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弄懂所有这些名字 是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 以后就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了解别人给什么条件 问什么事情 OK O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